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阵怪异的声音就传入你的耳朵 你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听到过这种声音 我想你说不定会兴奋地大叫起来 我的天啊 我收到了来自火星的广播 这幅景象虽然是很诱人 可惜这事永远不会发生 火星离地球的平均距离大约是2.2亿公里 这是多远的一个距离呢 如果坐上当时跑得最快的火车 差不多80公里每小时 昼夜不停地奔向火星 这趟旅程大约需要2500年 如果火星人的无线电波能够到达地球的话 那也一定衰减得非常非常微弱 哪怕是世界上最灵敏的收音机 想要收到火星人的广播 那就好比拿着放大镜去寻找水分子一样 是绝无可能的 但如果我们用一个有着巨大无比天线的射电望远镜 那就有可能捕捉到极其微弱的火星电波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射电望远镜的天线有多大 大家看这个看起来是不是跟大号的卫星电视接收器一样 没错 其实原理都差不多 当我们把这台射电望远镜对准火星 它的灵敏度就足以收到来自火星的无线电信号 不但能接收 也能给火星发电报 如果火星上真的有比地球还古老的文明 那么它们也应该具备收发电报的能力 这是一个能和火星人取得联系的靠谱方案 射电望远镜被发明没过多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虽然全世界都在打仗 但是技术进步的脚步却没有因此停滞 人类寻找外星人 尤其是火星人的热情 也并未因为战争而消退 越来越多的射电望远镜天文台被建成 天文学家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寻找着火星电波的蛛丝马迹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尽管射电望远镜的技术 已经能够足够分辨 火星上一个普通的广播电台发出的电波 但是十多年过去了 人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一丝来自火星的电波 火星文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大家也都不再相信火星上具有超过地球文明程度的火星人了 人类的目光逐渐从火星开始投向更遥远的宇宙 宇宙那么大 除了火星人 那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外星文明存在 但是我们这个宇宙也实在是太大了 而人类的探测能力又实在是太弱小 当时的人们甚至连太阳系以外 是否还有行星的存在都无法证明 二战结束后 整个世界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人们对外星人的热情开始慢慢的消退 毕竟吃饱穿暖那更重要 直到1947年 发生了两件惊人的事件 才再一次把全人类对火星人的热情激发了出来 什么样的两件事情呢 我们先说第一件 1947年的6月24日 一个叫阿诺德的美国商人 驾驶着自己的私人飞机 当他飞过华盛顿州的雷尼尔山上空时 他突然发现身边是瘦瘦瘦的迅速飞过 九个成碟状的飞行物 瞬间就消失在视野里 阿诺德当时就兴奋的不行 他对着无线电脱口而出 I see flying saucer 意思就是我看见了飞碟 塔台上的工作人员一时是莫名其妙 就问他你刚才说啥 阿诺德兴奋地就跟塔台工作人员描述了 他看到的东西 他说那些飞碟至少有1600多公里的时速 简直快得疯了 要知道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飞机 大概也就只能飞800公里的时速 从这次事件之后 飞碟这个词就不禁而走 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而且从此大多数人看到的不明飞行物 都跟阿诺德当年看到的描述差不多 就是像一个盘子一样 就在阿诺德声称看到了飞碟之后 才过了10天 到了1947年的7月4日 美国有一个叫做罗斯威尔的小镇 在他附近的一个农场上 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大事 这件事情就被史称为罗斯威尔事件 这件事情就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 日后成为了全世界飞碟迷的圣地 以罗斯威尔事件为故事背景的科幻小说 影视剧也是长胜不衰 最出名的就是内部讲述地球人 痛打外星人的美国大片 《独立日》有两集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罗斯威尔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7月4日那天晚上 一场罕见的大雷雨朝罗斯威尔地区袭来 在电闪雷鸣中 农民布莱索听见一声巨响 这声巨响盖过了所有的雷声 当时把布莱索给吓坏了 第二天早上风雨过后 他小心翼翼地出门查看 一幕惊人的景象展现在他的面前 他见到农场上布满了金属碎片 有一架飞行器坠毁在了这里 后面发生的故事就跟美国大片差不多 消息传出去之后 一时间是热闹非凡 第一时间就吸引了大批附近的军民前来看热闹 很快的美国军方的调查人员出现了 一大批鹤枪实弹的军人 把看热闹的人群都赶走了 并且封锁了整个地区 从此真相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大批新闻记者也都赶到了罗斯威尔 他们追着采访那些赶在军方到达之前 就看过现场的人们 由于来的记者是越来越多 很快记者的人数就超过了目击证人的人数 凡是目击过现场的人都成了香伯伯 尤其是那个农民布莱索 被一大群记者围着采访 罗斯威尔的农民们那是过足了当明星的影 最要命的是哪个人爆得料猛 哪个人就越受记者的欢迎 在这种效应下猛料就是越来越多 其中最猛的爆料就是有个人 他声称看到了掉在地上的外星人尸体 这些外星人身材只有一米左右 大头小眼小嘴巴 全身穿着一种紧身衣 就在全美的新闻媒体都快达到狂热的时候 军方就出来辟谣了 他们说根本没有什么飞碟 只是一颗气象气球坠毁了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的 但这时候 美国人早就不再相信美国军方的说法了 罗斯威尔事件继续被不断的演绎 这股热潮十几年都不衰 阿诺德遇见九个飞碟的事件就成了UFO登上历史舞台的开端性事件 从此之后 海量的UFO目击报告涌现出来 似乎在一夜之间地球上就已经充满了外星人 他们架着飞碟在世界各地上空呼啸而过 而罗斯威尔事件则让外星人的研究热潮席卷了全世界 此后很多年寻找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就成了从民间团体到正经的学术机构的热门课题 那么这些UFO事件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存在的证据呢 很遗憾 除了捏造的报告外 在有充足的信息时 UFO都有合理的自然解释 有的是属于天文现象 比如大行星 流星 彗星等等 还有的是属于气象现象 比如碟状的云彩 球状闪电 云层折射产生的光学假象等等 还有一些属于人类飞行器 像什么气象气球 飞机 人造卫星等等 还有一些是属于其他自然现象 比如像鸟群 灯光等等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UFO的故事 欢迎大家观看我的另外一个节目 叫做真假世界未解之谜 整个20世纪50年代 都是外星人研究和讨论的黄金十年 一大批全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都卷入到了这股热潮中 他们用各自的方法热议这个话题 那年头如果谁能首先找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那么他将获得的声誉可能是十个诺贝尔奖都无法比拟的 因此天文学家们首当其冲 开始了暗中的竞赛 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绝招 就等着一鸣惊人 这个时候人们对火星人已经逐渐失去了热情 更多的天文学家把目光就投向了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空间 天文学家们心里都清楚 要找到外星人 首先得找到一颗可以供外星人生存的行星 在太阳系内除了火星之外 其他行星的环境显然不太适合智慧生命的发展 他们要么就根本没有大气 比如说水星 要么温度太高 像金星的表面温度就能达到500多摄氏度 要么就只是一个巨大的气态星球 像木星 土星 海王星 天王星都是 要么就冷得可以把任何气体都冻成雪花 比如说冥王星就是这样 所以科学家们寻找外星人 那可不是飞碟探索 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找到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找到了外星人生存的环境 那就等于找到了外星人存在的间接证据 但这个事情是想想容易 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那我们下期节目呢 我就要来给大家讲一讲 科学家们是如何寻找戏外行星的 我要让你知道这有多困难 好 这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你迫不及待想知道下期的内容 也可以购买我的这本书 《一晚年的孤独》 地外文明搜寻史话来看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点一下订阅 以订阅的可以点亮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